请收看 维新世界 先佛在我家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欢迎收看 先佛在我家 我是洪玉江 禅记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 幻元禅师 以易经 风水 宗教 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 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 行道至今已经四十年的岁月 那么宗主慈悲 以社会服务 还有易经风水的教育 广结善缘 也因此我们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面 拥有很多很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 我们今天来到的是宜兰道场 邀请到的是陈寒于贤士 师姐会跟大家来分享她个人 进入宗教信仰的历程 还有在维新圣教大家庭里面 学习的这些种种的心得感触 一起来欢迎她 阿弥陀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淡水道场二十届 然后我叫陈寒于贤士佛 欢迎您 我们今天很难得有一起工作的机会 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们自己个人的宗教信仰历程 然后进入维新圣教的一个缘分是什么 然后在这边学习的这个内容呢 我们自己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 那我想请教师姐 一开始来 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认识王长老祖 过程那就是在偶然机会 然后我就是打开电视 看到电视上 他有要 就是说里面有一本那个小洋宅 可以说去 然后我就很开心 因为我很喜欢风水 就是这本法宝丛书是不是 我们的结缘书 然后我就看 我就打电话去 我有打电话去 他上面有电话 然后我就打电话去 我说那请问一下 你们这边是不是可以 那个索取一本那个小洋宅 他说有啊 你在哪里 我说淡水 淡水有啊 淡水有教室 我说哈 我还 渡人说哈 淡水教室 我还不懂了什么是教室 他们那个是什么意思 然后他跟我讲完之后 我就说 他就跟我讲说 我那个地址给你 你自己去 我想很近 然后我就跑过去了 然后进去之后 就一个师姐跟我讲 我就说我要一本那个什么 他就拿给我 拿给我之后 我就很开心 然后他就 我就看那 他那个书架上有很多书 我就看看 看到一本 妙法谱传 我觉得还不错 我就把它翻一翻 然后因为我们本身有拜佛 有拜佛 然后就想说 那本里面的那个 一些都跟我们 一般就是宗教的一些法医 有相关 修祥 对 那我就想说 我就说那我可以请购吗 他说可以啊 你可以买回去啊 那我都还没有 完全都还没有进入中门 我就说好 我就买了 买了之后 他就跟我讲说 他就拿一个那个店给我说 现在有那个 可以 就是有 那个什么 要开课 对不对 要开课 那你可以来上课 那我就想说上课 我就说 心里就有点心动 够围纸了 那心动 我就想说 好 我 我没有说好 我说好 我回去看看 我想一想 那我就回去 那几天就一直想想想很久 那想想想 然后我就看那个 因为我看电视 电视上面 都有唱那个战绩 阴阳日月最长生 可惜天理难分明 若有真胜鬼骨子 一出天下定太平 王强老祖战绩 对 然后我就想说 我的话就 每天就是盘旋那一句 那一句战绩 一直盘旋盘旋 然后想说 我好想去上课 我想说 不可能 我先生我每次出去 他都已经不开心 那后来我就想说 好 我就这样子用心讲 我就说 用心 然后跟佛祖讲 然后佛祖听到 我都不知道 我就这样讲 我就说 如果说我可以去上课的话 那让我提起勇气 跟我先生讲 因为我不敢讲 是我不敢讲 不敢抬口 后来我就有一天 这么工作的作业 我就跟我先生讲说 我要去上课 他就说 你要上课 好啊去啊 我吓了一跳 我吓了一跳 他怎么那么快就答应我说 可以去上课 因为原先自己料想不一样 嘿 我想应该是不可能 后来 后来真的 他说好之后 我就跟他讲说 我去上课是上很久 不是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啊 他说 他就很淡定 也没有说什么 你要去就去啊 然后好 我就不管他 我就去报名了 然后我去报名之后 我就开始上课 上课之后 然后我去到那边的时候 说真的啦 讲什么 其实不是说听不懂哦 风水 疫经我听不懂 可是 原来法治在讲那个心法 我听得很懂 就是他在讲一些心法 然后我听得很懂 因为那些心法都是说 我们平常 日常生活中会遇到的一些困境 然后我有时候就想说 我心里也想说 我现在遇到家里有什么困难 然后我很想去请法 可是我又不敢去请法 那是跟老师问这样 对 我不敢问 我真的不敢问 完全都不敢问 然后我就去上课 上课之后 然后原来法师在法座上就是 诶 讲一讲 然后就讲到说 切入到那个说我要问的问题 那我现在想说 哇 怎么来上课 然后你都不用去请法 我也都没有跟别人讲 然后法师就直接就是 把你心中想要的那个 就是困惑在哪里 对 不讲出来了 然后讲完之后我就觉得说 我心里就很踏实 很就是很舒服 然后我就很开心 对 就这样子一直上一直上 到有一次 有一次我们喝春酒 这个我一定要讲一下 借这个机会讲一下 那你分享一下 跟师父结缘的 因为我去喝春酒的时候 然后我们在那个大正式 第一次我去喝春酒 那我不知道 他们春酒就是说 大家报名啊 去喝春酒啊 然后吃完之后 我就看着 我一直看着师父 然后我就心里在想说 师父我要想跟你讲话 我这心里讲 我都没有跟别人讲 我说师父我要想跟你讲 从师父一直开始吃饭 吃到最后 我还是远远的 都一直看着师父 然后我就看 那个距离很远 然后我就看着师父 到师父已经走出 吃完了 整个都完了 人家都拍照拍完了 走出门口之后 然后师父就走走走走 我就站在那个大正式的 那个外面的门口 就站着看师父 就像这样看着 然后就大概那个车子 蓝色那台车子的距离 我们现在前面在 这样看着 我现在想说 师父 你可不可以回头看我先 我真的这样讲 我心里这样想 结果 用意念传达 对师父脚跨上 那个车上的时候 真的回头了 回头看了一下 然后师父看了我说 叫我过来 那我还傻在那边 因为旁边都有师兄 我确定是不是 到底师兄在叫我 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叫我 然后就有师兄 师爷就说 师父在叫你赶快过去 我就认了一下 那傻傻的出几班而已 刚进去没 然后我就跑过去 我看到第一句 我就看到师父 我就说 我就师父 因为我那时候都不懂 我就看着师父 然后我就跟师父讲说 为什么他们都要来找我 那时候师父听得懂我在讲什么 我说为什么他们都要来找我 就很烦 然后师父就跟我讲说 就这样拍拍我的头 然后拍拍我的肩膀 然后我的眼泪就掉下来 掉下来 那种眼泪就掉 可是不是说很难过的掉 就是很开心的掉下来 那掉下来之后 师父就跟我讲说 来找你 没关系啊 他们来找你 就哈哈大笑三声就好了 师父就叫哈哈大笑三声 然后你就不用怕 他们只要来找你 就哈哈大笑三声就好了 我就说 我就在那边听师父 给你伤法 他就这样跟我讲 因为我也不懂得 要怎么去问师父 然后师父讲完之后 拍拍我之后 然后就说 时间到了 就是说时间到了 然后就是后来师父就帮我拍一拍 弄一弄弄 然后师父就走了 我就回去 从那一天开始到现在 说真的 即使他们来找我 我都不会害怕 然后方向更清楚 然后更清楚说 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是 对 就到现在 觉得更加的亲民这样子 对对对 就不会像以前这样子 你不知道说 到底什么谁啊 到底是谁啊 你就一直很害怕 然后就不敢去靠近一些 就是像我们 像一些 公庙什么的 就会害怕 还是说去到那个 伤势 我也不敢去 一去我就是头痛 可是后来 这个我可以再讲一下 这个 数念法仪 因为我的人 只要听到伤势的那个 声音 我就会开始头晕头痛 就不舒服 比较敏感 敏感体质 对 然后有一次他们 我们就是有参加犯背 是 犯背 然后就是要去注念法医 要去注念 那我想想说 我哪敢去 我每次去 我回去就不舒服 不用说回去 经过人家家里这样子 还是路边 我这都不行 后来我就跟老主讲说 老主 我就带教授 我都什么事 我都跟老主讲 老主 我想要去那个 参加那个注念法医 我很想去 去注念 可是我不敢去 有点 对 后顾之后 我就跟老主讲说 老主 如果你给我 就是说 去了没问题的话 那我就说 放心的去 什么都不想他 然后我就去 结果 我就 我就师姐他们说 哎 韩瑜去注念 我就 好啊 去啊 结果 我第一次去注念 你回来之后 也第一次去参加 你那个 伤识 然后回来之后 我就觉得说 哇 很殊胜 不会不舒服 而且很舒服 而且很 我不知道 那种感觉就是 心情很 很快乐 对 然后有时候我去 虽然我注念没几次 可是我可以去感受到说 那个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注念 这个 这个的商家 有没有 是 王者 是 他的心情的 那个起落 有时候我会有感受到 可是我去那边 我是不会讲 像这个我是不会讲 可是我是觉得 会尊重 对会尊重 我也不懂 可是我知道说要尊重 然后我们不能讲 因为我体质比较敏感 所以我都 后来我就都不会再害怕 只要有伤势还是什么 我都不会害怕了 就从那次开始 跟拉筑讲完之后 对 所以我觉得说 这一方面 以前是我最困扰的 可是进了中门之后 这一方面对我来讲 我觉得说 没有什么跟平常一样 对 那我觉得这如果说是 自己本身就是敏感体质 一定是 每个人跟你一样的反应 真的很困扰 所以我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说 其实你们都不用害怕 真的 真的就跟着老祖走 只要是对的 然后有什么事情跟老祖讲 老祖都会保佑你 然后会让你觉得说 其实 害怕都是自己 还没有去 就害怕了 然后有啦 有时候我们有在送金 真的有差 所以像我的话 一般我要去哪里 不管我要去做什么事情 我都一定会先送金回向 我说这个是很重要 你送金回向之后 你就一切都很顺 对 这是最简单的方法 鬼谷心事天德经 可是你要写文书 真的很重要 像说我们 比如说 我生病 我癌症 然后乳癌 然后我那时候在化疗期间 我还没有在化疗的时候 我就开始送金给自己 回向给自己 身体的病魔菩萨 然后我 比如说这个医生 我要给哪个医生 我都会说 我现在给某某 某某的医院 然后那个医生 他叫什么名字 那我明天要去化疗了 我要去抽血了 那就让那边的医护人员 还有这个医生 他在帮我治疗过程当中 让我可以对症下药 然后减轻我的痛苦 让我就是说 一切都有当平安顺利 说真的很有效 非常的有效 我都是这样子一路 可是我不偷懒 你只要要去 去化疗一次之前的一个礼拜 我就会送 送到去化疗 回来 可是你还是持续要 一直送金 回来还是 回来可能那七天 可能会很痛苦 可是没关系 我们休息一下 不送没关系 有时候我都躺着我也送 没办法爬不起来 躺着我也送 能送多少算多少 那一段期间 所以我在化疗期间的时候 说真的没讲 没有人知道我生病 我一样照常去上课 真的 明显在讲 我才 对 要不然看不出来的 对 然后我一样去上课 一样出国去玩 对那时候跟他们 那个原品法师 他们去那个余梦上 我还带着假发 我还跟那个师姐讲说 我带假发 然后你不要讲 然后我睡 我睡可能没办法 跟人家一起睡 因为我会不好意思 因为我会把那个假发拿起来 对 那师姐她就只有她知道而已 对 所以一切都还蛮不错的 很顺利 您真的是做了一个 很好很好的榜样 对 即使是就是在疾病的过程里面 真的 有时候那真的对 真的是一个 拖沫这样子 对啊 你不用害怕 我觉得反而我都说 我得了这个病之后 因祸得福 因为我没有生这个病 我今天没有 可能也没有住在这边 就是正道 然后也没有这么好名 现在吃饭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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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名 然后就是 变成说 我生病完之后 我就开始学习 我自己 画画 画画啦 写书法 就是学习我的兴趣 然后家人也都想说 反正以前都这么做了 现在身体不舒服 只要你把身体顾好就好了 对 所以我都会以我自己来 更成熟了 对 我会以我自己 像我一次在宣佛寺做法工 传入法会 然后遇到一个师姐 我忘记那个师姐长怎样 我都不认识 他们就在那边一堆 在那边精彩 人家劲劲劲劲劲 师姐一直抱怨说 我都找不到工作 身体很虚弱 人家都不请我 什么 就听他们在讲 然后讲完之后 讲完大家都走了 就剩下我跟那个师姐 我就开口了 我就讲话了 我说师姐 你看我像不像生病的人 不像啊 你身体很好啊 我就跟他讲说 你知道我现在在化疗吗 我现在头上还戴着假发 他就睁大眼睛看着我 我说对啊 我说你干嘛把自己当作是病人 你不要把预设立场说你是病人 你没有办法去做 然后我就说 你要勇敢地踏出去 然后你要跟人家讲说 你就去工作嘛 你就去应征嘛 你不要一开始还没应征 就是说我身体不好 人家不请我 很多自己的想法就这样子 还会葬在前面呢 我说你看我就是一个例子 你看我现在我还在化疗 我还戴着假发 你都看不出来 你看我还是很开心啊 对 在这边工作 在这边精彩 其实精气神都还是 对都很好 然后他看完之后 他听完我讲完之后 我忘记到师姐是谁 我不认识 他就说 听你这样讲完之后 对我自己很有信心的 然后我就觉得说 他明明这种好像是老祖 刚好是安排 因为我不认识 他们那边一堆在那边讲话 吉利瓜在那边讲话 我是坐在旁边而已 对 是大家后来之间 偏偏后面就是留下 剩下你们两位在那里 剩下我跟他而已 对 所以说很多事情 有时候我都常讲说 大家说 我都说我现在是重病 可是你看不出来我是重病 对 因为我认为我没生病 对 可是生病没有什么可怕 那可怕就是你自己想不开 你的态度 你自己的思维 对 我都想说生病没关系 重点是你要自己怎么去活 活得快乐 你要去做有意义的事情 然后我在路中门 我做一个想法就是说 我都跟老祖讲说 老祖 我不管是谁 反正我就是跟着你走 只要是对的人 对 只要是对的事情 我对事不对人 如果是对的事情 我一定会力挺到底 如果说他不管是谁 他错的话 不好意思 我会停住脚步 我会在那边观看 我不会跟着栽下去 对 我都会叫老鼠说 老鼠因为我是凡人 所以我看不清楚 你一定要替我把关 那我想在这个 《易经风水》的学习过程里面 袁辉法师的教学 真的是非常有名的 对 那您不管是在 《易经》的运用上面 凡是接沾上面 有没有为自己的生活上哪些事情沾过卦 然后跟风水有关的部分 您觉得一定要分享给大家 这个说到沾卦的话 说真的啦 沾卦这种东西 跟老师学很多 说不懂 不能说不懂 说懂 你说还是懂 有时候就觉得说 这只卦有时候很奇怪 像我女儿 我叫我女儿就好了 讲一个案例 我女儿 他就说 妈你帮我沾卦 我说沾什么 你看我那个实验做得过吗 那我奖金拿得到吗 那我想说 他那么信任 我就帮他 就是帮他看卦 沾卦看卦 他站出来之后 我就说 我就看那个卦像 然后就说 卦像你实验 你这个月 你要在几月的时候 你要一定要把完成 如果你几月过后之后 可能那个 你做的实验 可能品质会跑掉 变数就会增加 对 就会有变数 对 可能就没办法过了 我说你一定要 在这个期间内完成 你要送金 我都跟他讲说 你要送金 因为有时候 我们会有阻碍 你知道卦像这样 可是有时候 我们有冤亲在主 他会阻碍你 所以你借由送金之后来去 让这个阻碍 要减少到最少 然后完之后 我就跟他讲说 奖金的话会有 可是目前还没有 可能就是要到 几月份的时候 奖金才会下来 因为他那个 他的柴摇 就是跟他的事摇 就是合住了 然后我就说 合住之后 我就说 还那个钱还没有下来 一定要等他冲开还是怎样 他才才会进来 对 然后结果真的印证 他到那时候 他跟我讲说 妈又被你猜中 他每次都说被我猜中 他说妈又被你猜中了 真的呢 我那个实验真的过了 然后 然后他 我说你去年 你到明年的时候 这个实验才会上架 上架会卖得很好 结果真的 上架这个实验 很多人 抢着要买 然后他领到八万块的奖金 对 蛮高的 蛮高的 然后现在他也是 有时候他都会在 都会跟他们老板讲 讲讲 现在他们老板 也是有时候都会来找我 下午我都把他引进说 因为那个是大老板 我比较 事情比较那个 我就叫他到那个道场来 他请法师 来接人 对 请法师 就是替他 就是说有什么疑问 因为我自己的女儿 我想说那个比较简单 我自己 我自己就替他 就是说 结果 然后我想说 反正讲对讲错也没关系 心里本来是这样想 可是每次都被我猜对 那他有一次更好笑 他就说 妈 我一直那个 笔电的笔不见了 那我们全公司的人都帮我找 找了一个早上 都找不到 这个找东西也是很实际的 生活当中常常遇到 他如果讲说 妈你可不可以帮我 再一下挂 我是说 好啊 然后我就站起来 我就说 你那个东西是不是掉在地上 然后在哪一个方 我们就看动摇嘛 然后哪一个方位 那个东西在哪里 我说被东西包住了 掉进去的东西 他包起来了 然后你在那个地方找一下 结果他就 我讲完之后 他就马上就 从他的那个办公桌下面 他就往下 他下面没找 他其他地方都找 办公桌下面去找 结果真的掉在他那个办公桌下面的 那个好像有东西包在里面 然后就拿到 他就拿到说 又被我妈猜中了 然后他们那个 他们公司里面的人就说 你妈妈是在我们公司 你妈妈好厉害啊 不是 她是在我们公司里面 装那个监视器啊 我说 我女儿说 我没有啊 她说他们现在 他们公司的人都知道说 我女儿在有什么事情 就是找妈妈 对 可是她的事情都比较简单 对 我就浅浅的久 我都跟老祖讲说 老祖我不太会解挂 可是你让我就是 简单易懂就好了 就是从最简单的挂 看最简单 就那个事情就好了 不要把它复杂化 对 是 所以我觉得 有时候还蛮好玩的 对 对啊 是 那也其实我觉得真的很好 女儿就是会来跟你互动 然后找问题 找事情 然后请你来用一张卦 对 那你就可以学以致用 对 我就是这样学 对 然后就因为帮助了女儿 然后互相验证嘛 对不对 那验证之后就 真的有很多 很多信心跟成就感这样子 对 因为每次都是 我女儿让我证到很多 每次 然后妈妈就更认真学 对不对 对 马上就可以印证出来 我就觉得 哇 很开心 对 太好了 太好了 能不能给还没有机会 能够进入到我们这个原地来的 未来的同修们 一些勉励 然后你觉得 有一个东西一定要很值得分享的 其实 跟大家说 我是觉得说 进来中门 你不要想说我要学艺经学得多厉害 想不要想太多 对 不要想太多 你也不要想说 我风水要学得多厉害 都不用想那么多 你就进来读 我知道平安就好了 快乐就好了 然后你可以从中学习到很多东西 可是你遇到困难困境的时候 你不用害怕 我常常讲一句话 什么事情都去找老做就好了 然后你去跟老祖哭 有时候你不敢跟人讲 人讲是非多 有时候讲太多 会很多 也是多所不便 对 可是你跟老祖讲完之后 很奇怪 很多事情就会迎刃而解 然后就会话挤掉很多 有时候我会说 如果说你觉得自己有些赚不出来的 可以进来走一走 可能你会有意外的收获 是 太好了 真的是您的京剧名言 说不定您的缘分就在这里 来跟老祖谈心 然后来分享你的快乐 或者是你的烦恼 种种的这些心情 非常欢迎您 今天很感谢师姐的分享 很棒 很真实的这样子一个很好的分享 谢谢 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我想在宣佛在我家的节目里面 我们会更加努力 找到每一位同修 他们很珍贵的人生的这些阶段 然后跟一金风水 跟老祖之间有很紧密关系连结的 来跟大家分享 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有更多的启发 拥有更多勇气 智慧与信心 来面对美好的明天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